不要故意贬低讽刺挖苦负债人 说不定有一天你也会加入负债人大军当的其中一员 这不是我刻意的要咒你 这是我们这个经济形势下 很有可能会发生的一种局面 因为我们本身就是做这个负债咨询这个领域的嘛 我们接触的这种 之前是中产阶层的一些人 他们现在已经都加入这个负债大军了 这很真实现象 你像我们有咨询过 法院的包括律师 包括教师那更多了 昨天还咨询了一个信用卡中心的 包括我之前咨询一个工商银行的一个高管 各行各业的一些这种 原来本来是有这个高学历 高知识的一些中高层的一些人群 他们慢慢的都已经从中产 现在已经反评了 为什么又想到要说这个话题呢 就是因为前天我不是出了一些视频嘛 就有一个人把这个负债人恨之入骨 恨得牙痒痒 不是说这个所有负债人都应该入行 我不是专门出了一些视频嘛 我说所有负债人都应该入行嘛 你看啊 当时他提出了这个四点 说应该对负债人有这个四种 叫什么 叫惩戒啊 第一精神摧残 第二行动刺激 第三言语辱骂 第四法律起诉 就这个人啊 就这个人 我忘了把他给删掉 然后他昨天看了我的视频 以后又过留言 留了很长 我大体看了也 我直接给他拉黑了 我不想跟他去做任何的一个解释 我给大家说三个阶层的三种现象 你们肯定啊 不会有所反驳 因为这都是发生的我们身边的一些真实现象 咱先说一下 这个体制内的一些啊 不是很多人疯了似的考公务员吗 现在啊 事业单位的你们去问问 有几个地方的事业的单位 现在不在降薪或者裁员 很多地方的这个公务员 都好几个也不发工资了 政府他现在也缺钱 财政现在也缺钱 所以说很多现在就是 原来那时候甚至已经降薪的一些 他一降降了好几个月的月供啊 我还看到前两天有一个事 说有一个地方的这个老师罢课 非常降薪啊 降薪一降降了好几个月的月供啊 大部分中产或普通老百姓 都是还着月供的上班族呀 一给他们降薪 他们拿什么就还房费呀 不就都成了负债人了吗 那么再说一个阶层 就是中小企业的那些老板们 原来那时候啊 做事业风生水起的那些老板有钱人 你看啊 现在还有个现象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啊 就是说现在深圳啊 那些大老板都上哪去了 就是最密集最集中的地方 你们知道在哪吗 在精神病院 好像一个是叫康明医院嘛 是一个精神病医院 一共有1300个床位 现在硬是挤进了1600个床位 为啥呀 因为原来的时候很多 这个中产一些这种就是 中小企业的那些老板 原来很有钱啊 这个疫情三年加上经济下行 他们现在都反贫了啊 甚至都已经成了负债 几百万是三千万 甚至上亿资产 破产了 根本就经营不下去了 一下子从人生 从天上直接跌落地上 他反差太大 他心理承受 他承受不了 不敢接受这个现实 然后就把自己搞成精神病了呀 就进这个精神病医院了呀 这足以反映一个什么问题啊 很多原来的时候 从底层爬上中层的一些人 到了中产阶级的人 现在大部分就很有很大一个人群 然后现在跌落低谷 这是一个很写实的一个现象啊 这是指的是中小企业的一些实体 原来曾经富有过的一群人啊 那么还有咱们这种赤贫的一些底层老百姓 马光远 经济学家马光远曾经说过一个现象啊 说如果真的经济危机来了啊 对这些底层的穷人没有啥影响 为啥 因为你原来的时候没有钱 经济危机来了以后 你也没有什么钱可以赔啊 你也没有什么资产可以赔 那你还是在赤贫 还有最底层啊 对你来说影响不大 你原来的时候你没有挣到过钱 你还想到在这个经济危机来的时候 你能挣到钱 这是马光远曾经说到一句话 但是我觉得它的格局小了 为啥呢 对于真正到了这种经济危机的这种时代 这种局面的话 我们底层赤贫的这老百姓 他是挣不到钱 原来这么没有挣到钱 现在也很难挣到钱 但是他的生存已经出现危机了呀 这是很写实的一个问题呀 我在做这个负债咨询的过程当中 就是遇到了很多呀 就是很多这种就是成年人 现在已经被迫没有办法 需要跟七八十岁的这个父母亲 这个老母亲 老父亲跟他们伸手要钱了 家里的老人也有可能还得需要去靠捡垃圾 甚至每年种点地 每年靠那点一千斤两千斤的粮食 然后去换馒头吃 还是需要这样的一个生活状况下 然后得需要伸手问父母去要钱 维持生计了 已经到这种地步了 你说这些阶层 哪一个不是曾经我们身边的一个普通人呀 都是普罗大众当中的其中一员呀 你不要人以为你觉得今天你没有负债 然后你就可以有姿态高高在上的 就指责这些负债人 说负债就是这个千年不还的这个老赖 就活该打入十八层地狱 就应该全部入行 不要用这种眼光去看他们 今天他们可能在赤贫负债了 不管什么原因造成的 但是他们只要是艰苦奋斗 不断地拼搏 通过自己的这个顽强的这个努力 能够逆袭上岸的 未来他们是真正的那批英雄 30年河东 30年河系 这是我们之前经常说的句话 而现在呢 可能一年河东 一年河系 你今年觉得你自己还牛逼哄哄 你觉得你自己了不起 你觉得你不是负债 你还在这直高枪子 那个讽刺挖苦 贬低这些负债人 说不定哪一天 你就是他们其中的一员 你也加入负债行李当中来 你也成为这种其中的一员 你到时候再去看一看 你曾经说的这些话 你给自己留后路嘛